阿布故事 拔苗柱长 从前有一个农夫种了一片稻田 他总是担心自己田里的河苗长不高 于是每天都要到田边去看好几回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 河苗好像一点也没有往上长 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 自言自语地说 我得想个办法,帮助它们生长 他终于想出了办法 急忙奔到田里 把河苗一颗颗地往上拔 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 累得精疲力尽 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 气喘吁吁地对弟弟说 今天可把我累坏了 可力气总算没白费 我帮河苗都长高了一大劫呢 弟弟听了 急忙跑到田里一看 可是河苗非但没有被拔高 甚至全都哭死了 小朋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河苗在大自然中破土发芽 有它自己的规律 如果人为的拔它 只会破坏它的生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芽